大家好,我是星红 最近身体出现点状况 下午呢,我小妹,我老爸陪我上床医院 这是上午去挂的号,那台上 啥状况说一下 就是呼吸有点困难,上不来气 然后呢,我还觉得我这个心脏一直都不好 因为前两年我去检查过一次 然后说我那个什么有三间半膜不闭合 但是不是很严重,只要好好休息就行了 完了呢,我就做了两项检查 一项是肺部的,一项是心脏的 挂号肺部,11块钱 这是我要做的所有的检查 动态心电图,心率变异性分析 先排满了,做不了,要等一个星期之后 然后下午要去做这个X线 是检查肺部的,对吗,爸 那个是吸涕,肺部吸涕 那就检查肺部,对吧 上午的时候说我老爸陪我去的 因为我这个心脏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然后医生听诊给我检查了一下 他说我心脏是没啥问题的 感觉就是肺部的原因 因为之前我不是痒过吗 痒完之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肺部 确实是呼吸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然后一直也没怎么检查 因为那个都是后遗症嘛 我听好多人说都有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就感觉上确实是还是不太舒服 我就想来检查 我爸老狠了,让我去做个造影去 你说 不是做造影 让你做一个强化CT 你早上说的不行,你也做个造影嘛 现在还没确定我是啥原因呢 爸 你做个CT 嗯 做CT要不行,你就做个造影 听我爸说了,九病乘一嘛 我都知道 哈哈哈 找个停车位太难了 我们都专校序列嘛 嘴部闲的呀 嘴部闲的呀,这是 啊,这个就是给你 比如说低血糖 不得就会饿的时候吃 不是,没事是往事 哈哈 你知道 哈哈 那这一道都嘴不闲的 哈哈哈哈 长了吧,嘴部里嘴部 撩得真快呀 改刀我解决去了 哇,我憋住一口气 然后再要呼吸 我再憋着两个 憋着两次 等着吧 一会就回家了 谁说的15分钟都出来了 啊 一个来小时了 当然再没出来呢 在2月啊 啊 这人多多 我来说都排到2198了 送一吃 说90分钟,你猜多少年轻轻? 80分钟 嗯 嗯 这早饭,你不会看 你看就打了 你看,他不会看 你看,你看他写在肝 内肌肉 请结合操作 还得不操作 你呢 没什么意思 我气管 吃管 痛胖 我心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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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瞅了一会儿 大夫就告诉你了 你能看都不知道 好像 他写了一边2.3 你那肯定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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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肯定不吃饭 我那个肯定不得了 我那个肯定不得了 跟看病没关系 我那肯定发现了 咱去做 我这次是有问题吗 这个肩子 这次看病的时候 我要看这个肺也没有问题 心脏肺也没有问题 无意中看这里有一个囊种 所以不着急 在明天做一个 是囊种就不怕了 他这句是囊种就不怕了 给我整不会了 听病不了了 明天做囊种 明天 这个严重 哎呀我跟你说了 这个有很多可能 囊种就甭管它 但我们得确认一个2.3 有个东西是什么 不着急 我就是害怕 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是严重可能是啥 不严重可能是啥 就这个意思 就是囊种是可能 就没事了 没事了 请按图室放置您的就诊凭证 76块6 1176块6 先去上楼吧 我把这个预约上啊 明天做这个肝的 我先预约上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说我那个心脏不太符 他说不是心脏 是肺的事 然后呢 如果开个肺的 这个玩意儿 做的同时呢 又给我开了一些做心脏的 结果这个阿妹排上 给我排到下走 完了呢 我刚才把这腿大夫看的时候 大夫一看 哎你肺没问题 肝有问题了 完了那个心脏那个检查不上 排得太晚让我上别的医院 我看看明天上别的医院 然后我这个肝有问题呢 明天早起早空腹 我再来做一个他说的一个东西 医生说的话 总是让你一下这么高 一下摘这么低 一开始说这个有2-3厘米的东西 我说严重吧 他说在怀疑是囊总 完了如果不是呢 再看看是什么东西 我问他好几遍都给问鸡了 我说你就告诉我 如果他是囊总 不严重我能治 如果最坏的他是啥 那我没事你就来检查吧 都快给我吓哭了